欢迎回来 台中玩具大展从28日起 在台中世贸展出 会场中还规划有钢弹主题馆 还有皮克斯玩具主题区 各式琳琅满目的玩具 让前来参观的民众都沉浸在 欢乐的玩具世界中 真人高的钢弹及萨克模型超级吸睛 在钢弹主题馆 共展出200多只各式钢弹模型 吸引许多钢弹迷的目光 我们早期的模型 主要就是说 我们浇水黏完之后 它是不能够做一些活动的部分 它就只能仅供做参观 就是展示的一个作用 比较没办法满足一些 一般年龄层的一些大众化 未来现在的钢弹 它的模型越来越精致化 精致化之后可动度也大幅提升 对一般的群众来说 它除了一般做展示来说 它还有一些互动性的效果 玩具大人周正卫 将珍藏的皮克斯玩具拿出来展览 有玩具总动员 瓦力 重重围基等 将玩具视为艺术品 周正卫说 收藏玩具让它保持年轻 我特别喜欢皮克斯玩具是因为 他们考虑到这玩具都跟使用者会有互动 效果又不一样 把玩具当艺术品看 因为玩具跟一般艺术品一样 就比较平易近人 然后也可以跟你有互动 那也可以让我保持年轻 琳琅满目的玩具是小朋友的最爱 比同参观的家长们可得胜选 我会建议说 你不如就是把这些平常小孩子炒 就买给他玩具的这些钱 累积起来买一个比较好的给他 第一个也比较安全 第二个也比较有收藏价值 其实这买玩具是有一定的价值的 对 因为毕竟安全上会有考虑 在我们的预算范围之内就可以了 有时候是比较有意志性的 如果有暴力倾向 我们就是拒绝他玩那种东西 就会影响到他一些行为 我们就是 对 又考虑到说 安全性还有对他的健康有没有影响 喜欢的话就是跳到这样子 因为都有玩Angry Bird 所以就想要买Angry Bird 纯粹就是因为他喜欢游戏 所以就买给他这样子 您喜欢玩具吗 不管您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 到8月1日前 不妨受控让自己开心一下 新唐亚太电视张世民赵阳张湘瑜 台湾台中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